2018年,王菲的粉丝盼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偶像的新照 1月1日有网友在微博发出王菲与好友的聚会照 48岁的菲姐还是那么美 而众人都拿着酒杯一副庆贺新年的模样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王菲的桌前摆放着香烟盒子以及打火机 这言不知道是不是菲姐自己冲呢 粉丝很快就根据这一细节破案 他们的菲姐并没有怀孕,也没有备孕的准备 这几天因为拿有些停风的各种表白 让不见人影的王菲与上热搜 谢霆锋在机场高调告白,说跟王菲每天都像过节一样 接着他又在节目里与小儿子对话 承认会让王菲谈他洗澡 这狗粮是从2017年一直派发到2018年的节奏啊 另外也有消息指,元旦期间谢霆锋约了两个儿子见面 所以就跟女朋友短暂分离 至于王菲已经很久没有公开露面 这几个月他一直都活在路人的偶遇当中 从图片可见,王菲的头发又长了不少 随性的他似乎没有特别打理发型 在机场的候机室,由乘客掌握给合照 大家才终于看到了菲姐的证据